繼續來關注Apple 領袖峰會 今天在美國就定山登場了 臺灣派出代表張忠謀 那麼夫婦事實上昨天下午抵達目的地 今天夫人張淑芬也透露 張忠謀的精神相當好 不過意外脫口輸溜嘴了 十七號將跟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雙邊會談 特殊兒童演奏出悠揚樂聲 讓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的夫人 張淑芬聽得好陶醉 張淑芬這回同行丈夫參加舊精神APEC 把握機會投入慈善活動 不只捐款幫助當地特殊兒童 還一一欣賞他們的畫作 不過全場最襲襟的 還是張淑芬的夫人傳達 我都穿下子 我出來的時候 我還是能戴跟穿 盡量是用台灣自己本身出的 就是要讓世界看見MIT 而大家也關注這堂APEC行 有沒有要和外國領袖碰面 而張淑芬這下一個不小心 向記者說溜了嘴 不去我就跟我先生去離線龍那裡 你只說明天有機會會 我不知道 而對於近來總統大選變數多 郭台銘也取得總統參選資格 身為表姐的張淑芬 只回應她不懂政治 我想她是很愛國的一個人 那其他的我沒有當面問她 還有被問到賴蕭沛胡植欲出 張淑芬只稱讚蕭美琴大使很有智慧 但一樣坦言並不清楚她的決定 記者理解許家勝 美國舊金山採訪報道